光養一片喔 鮮水了 鮮水了 你看偶尖金屋 有擋力板 有擋力板 沒有擋力板 你有擋力板嗎 有擋力板嗎 有擋力板 他們水還在水上嗎 他們的精神 精神就在家裡 麵包都在水上 公告到上班上哥 會覺得說這樣決策 可能要想一下 對啊 因為家長怕小孩子危險 雨大 然後會怕滑倒 怕要積水 現在這邊積水的話就沒有辦法了 沒有辦法營業啊 這邊幾乎大家都還要整理啊 因為我們看到的雨量 氣象鼠是爆 12小時 是會有120毫米 可是我們就一直在這邊看 然後從2點看到4點 4點看到大概5點鐘左右 那它一個小時就可以下 接近100個毫米 最多的時候 所以氣象是有落差 那在這個時候我們就是非常的關心 想要了解說我們各項的問題 要怎麼樣排除 那未來這個 如果這個極端氣候 會造成氣象預估的這種常態性落差的話 那這一點我們可能就要跟雞伯伯討 在我們的平台上在共同的商量 看看這些問題怎麼解決 希望這個國人民眾可以諒解 這個是基隆可以說是78個年來最強降的 單日的雨量 所以造成了很多不便 我們在這裡跟大家抱歉 非常遺憾 所以光養一片 邊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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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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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像石鐵有意嗎 嗯 我就開始醃了 就醃了 再去找吧 差不多幾點 差不多幾點 差不多 三點就很高 分數都很高 對嗎 對嗎 有的啊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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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刷 那來刷就好刷 對 我就沒找到那麼爽 那你有長得睡嗎 有睡覺啊 那他們水還睡在那裡嗎 啊 他們的精神啊 他們的精神啊 對啊 噢 才知道嗎 精神就 就在家裡你看 那麵皮都溶掉了 噢 沒辦法 快哭了 這真的都是嗎 對啊 現在每天的餐廳 第二次都是水啊 滿的 滿的 對啊 沒有辦法 喔 好酸酷 一半小米 你看這邊都是 都濕了 已經有 那已經搓很久了 對啊 你怎麼看這樣煎啊 沒有 沒有啊 他快了 沒有 這個還可以看到嗎 沒有 哇 哇 今天怎麼煎 嗯 今天怎麼煎 你要我燙嗎 你要我燙嗎 昨天晚上 即時大雨 1點 1點15分左右 就5分鐘就醃 大概有30公分高喔 嗯 昨天上午我們才醃 大概腳 腳指頭這樣子 可是今天 凌晨1點半 醃很高 那個 今天沒有辦法營業啊 那沒辦法工作啊 很多民眾打電話來罵我 是沒有罵我 是問說里長要不要上課 因為我 市政府還沒有宣布 然後說下這個雨 在上課怎樣怎樣 我說這我沒有辦法決策 因為市政府沒有公告 那現在公告說要上班上課 會覺得說 這樣決策 可能要想一下 對啊 因為家長怕小孩子危險啦 雨大啦 然後會怕滑倒 很怕要積水 所以你現在這邊積水的話 就沒有辦法了 沒辦法上 沒有辦法營業啊 這邊幾乎大家都要在 還要整理啊 然後 水來得太快了啦 一下子在五分鐘就進來 根本來不及 雨量其實是蠻大的 那其實造成有多處 可能淹水 或是有山崩的這個狀況 那就是民眾呢 其實也灌爆市長的臉說說 其實是今天應該放假 不是禮拜三該放假 想問一下說 市長這個部分你怎麼看 我們放假的部分 我們還是 集白白頭 大家一起參考氣象署 在昨天晚上給我們的氣象預報 然後用這些數據 來做一些決定 那這個氣象署 所預報的天氣的雨量 有一些落差的部分 是不是因為天氣聚候這個變化 或極端氣候的關係 這一天可能未來 我們會再跟氣象署 來請教這些雨量的落差 是不是會變成一種常態 那主人是不是擔心基隆 就是會有災情傳出 所以整個晚上都住在 放在一個酒星這邊來作證 因為我們看到的雨量 是氣象署是報 12小時是會有120毫米 可是我們就一直在這邊看 然後從2點看到4點 4點看到大概5點鐘左右 那它一個小時就可以下接近 100個毫米最多的時候 所以氣象是有落差 那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是非常的關心 想要了解說 我們各項的問題要怎麼樣排除 那未來這個 如果這個極端氣候 會造成氣象預估的這種 常態性落差的話 那這一點我們可能 就要跟基伯伯他們 在我們的平台上 在共同的商量 看看這些問題怎麼解決 不過希望這個 國人民眾可以諒解 這個是基隆可以說是78個年來 最強將的單日的雨量 所以造成了很多不便 我們在這裡也跟大家抱歉 非常遺憾 那興風間山崩那個地方 現在就是導致基隆有很多地方 其實好像現在交通不是很便利 而且都有到處塞車的狀況 那接下來是否這邊會怎麼樣去疏導交通 那甚至連下班時間這部分要怎麼去做安排 所以我們現在要 現在我們的公務處處長已經在那邊 而且我們的工具機都已經進場 都已經在清理當中 那我們會盡快的來把它解除 今天早上我看到國道也有一些 國道一號八毒交流道附近也有一些山崩 那也謝謝高工具都有積極在處理當中 反正有問題我們就趕快積極來排除